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族的选帅话题 应该说选帅进行到这个阶段的话 基本上也要快出结果了 毕竟再有两个多一点的 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那中国女族的亚洲杯征程就要开始了 对于一个新的主角恋 她需要尽快的去熟悉业务,熟悉球队 球队也需要跟新主角恋进行磨合 所以说选帅这件事情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那么肯定按照现在的名义来看的话 陈婉婷是大家最希望能够选举的这样一个主角恋 但是很显然 通过内部一些媒体人员报社的消息来看 足协依然是倾向于选择一名男性教练来代女族 说到底足协就是还要选赵俊哲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赵俊哲作为球员绝对是辽宁足球乃至中国足球 非常有浓墨重彩的一个球员 但是作为一线主教练 他的执教经验其实是非常单薄的 甚至在这所有的候选人当中 他是最单薄的一个 尽管他符合中国足协设开出的所有的条件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适合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对吧 哪怕你不选择陈婉婷像天津的主教练 王军 他明显也要比陈婉婷更加合适 但是陈婉婷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的背后有孙文这个大佬的支持 而像王军的话 我们一直秉持我们自己的观点 他是一个比陈婉婷更适合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因为他的一线队包括更高级别的这种 执教的成绩要更加的出色 也带过这样的球队 但是的话呢 他在背后的话是没有这样的一些 比较鼎立的支持 所以说他能够脱颖而出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现在基本上就处在 这个赵俊哲和王和这个陈婉婷 两个人之间会爆发一个了 那现在陈婉婷是获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就是有孙文文的支持 而眼下从足协内部来看的话 他们是更加支持赵俊哲的 这或许也是彻底激怒了 曾经的中国女族的大姐大孙文 他也是被彻底激怒了 在近日的话 他公开的去表示 一定是坚决的支持陈婉婷 担任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 带离女族取得什么很好的成绩 那么他愿意为女族所付出的成绩 承担所有的后果 可以说这一番的表态 是让人们对孙文是肃然起敬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说到底 中国足协 包括足协主席程序员在内 他难道不明白赵俊哲 根本没有什么一线队 甚至是女族队职下的经验吗 他也知道用赵俊哲很有可能会失败 但为什么还要选择赵俊哲 因为赵俊哲长期在足协内部 对吧 后备管理部部长的这样一个工作 跟足协内部的人关系很熟 对吧 他上面有人 另外一点的话 咱们说 足协的这些官员 他们掌握着中国足球的权利 目的是什么 目的只是希望借助中国足球 成为他们未来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而已 没有人是真正去希望中国足球好 或者说 他们也希望中国足球好 但是前提是能够为他们的政治生涯 带来更高的这样一个台阶而已 所以他们在选择这种主教练的时候 所坚持的原则就是 第一 他们也希望这些主教练能够带出好的成绩来 那么带出好的成绩来 自然而然他们也就能够跟着 对吧 去沾光 比如说像2002年 对吧 中国队冲进了世界杯 那严世卓就一下子成为一个分管部门 分管足协部门的一个主管 成为了中国体育局的一个 对吧 部门主管 那就是一次官员的升迁 所以说很多人希望借助足球这个跳板 来为自己的升官增添政治法 但是中国足球说实话 给人们的失望 原也要比希望更多 那么如果说一旦中国足球失败的话 那么这些足球的掌舵人 他们会不会被拖下水呢 这个就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为什么他们会干预主教练的选择 选择赵俊哲的原因是什么 你能带好 那我就跟着你沾光 如果你带不好 那我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你赵俊哲的身上 你也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样的话呢 那这些足协的官员就可以 做一个无本的投资 对吧 赢了 大家一起好 那输了 就是住这两个人的锅 这就是这些足协掌门人 足协官员 他们专理的小九九 这也是为什么像水星霞 压根就不参加此次竞选的原因 因为他不愿意当这样的替罪养 那现在孙文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如果说这个陈婉婷 不能够带队取得好的成绩 那么所有的后果 他一个人来承担 相当于就接了 陈绪元这些足协官员的老底 就是意思是 你去让陈婉婷去执交就可以了 如果说出了事情 他一个人扛着 跟你们这帮足协官员五官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去敬陪孙文 就是他真的是为了中国足协好 为了中国女族能够重新实现复兴 他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 甚至赔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只是希望能够为中国足协 博一点希望 他与陈绪元这样的一些足协官员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看到这里 我们除了去敬佩孙文 敬佩陈婉婷之外 还有一点 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伤心 对吧 这些处在权力顶峰的男人们 对吧 他们不愿意为了中国足球去拼命 却只能靠这些女子来为中国足球去重述辉煌 这真的是一件可悲可叹 可气又可笑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件可笑的事